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说故事之前 阿犹叔叔就要先称赞袁和 因为他今年才四岁哦 就能够把故事说得非常的完整 阿犹 请问袁和 我们今天要说的故事是什么呢 那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包姆和凯罗的系列绘本 之前阿犹叔叔也有说过哦 而且啊 也是跟小朋友一起说的 就是包姆和凯罗的星期天 好 我们就来听这个故事咯 今天是星期三 爱睡懒觉的凯罗啊 却跟平常 不看一样 他自己做了很多事情耶 自己起来新年 做咖啡 看牛奶 甚至还做了早餐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是 一个日一次逛街 逛户的日子 当包姆走到门外时 凯罗和小班 已经坐在车上等着了 今天啊 真是个好日子 最适合逛街买东西了 过不久 目的地高了 去场上摆满个 就够着看外 非常热烂 先帮凯罗 顺剑步 做剑心背心 喜欢什么 要跳什么哟 接下来一个 扣子个三位 买菜 这边个蔬菜 又锅又新鲜 我是 要过个痕迹 耶 不 啥 菜摊的隔壁 有个奇怪的摊位 摊位上啊 只有一只 奇怪的动物 和招牌 招牌上 贴着一张纸 写着 胡桃 镜子 像石 桃底 我猜招牌 想看看 像石 和 桃底 那只高猫 就快快 一边 人家 哭出 像石 和桃底 刚宝 想 表示 看看 金子 和 桃底 还有 快快 另外一边 跟人家 哭出 静置和胡靠 原来这里是田鼠的康位啊 听到凯罗故举的叫声 大家也都觉得好像偶尔 好 叫去吃午餐吧 每种东西看起来都很好吃 不知道要学哪一种才好呢 就算顾举加油 凯罗也未免点个开锅了 吃了要吃 吃了要吃 凯罗的食物还是没有减少 没办法 剩下个打包带回家吧 好了 去其他看胃逛逛吧 咦 我不见了 大家四处张望 终于发现凯罗 正要关门进去家叫 妙妙门的店 这家店有各种造型的门 可以自己挑喜欢的 在一起老板打开 第一个挑的是 这个门 里面是一个特别西装的帽子 接下来挑的是 这个门里面是一个飞机玩具 可以盖在口上 接下来是 这个门里面是一个小背包 接下来是 这个门里面是一个奇怪的标冰鞋 还有挖镜 按什么 凯罗还想趁玩 可是趁玩下去 恐怕不够了 只好硬把他拉走 最后来到一家股肛店 帮母贵大家说 自己选一样 喜欢的东西 就回家 这个不错 这个还好 这个也蛮好的 不过还是这个好了 那凯罗挑了一个旧瓶底锅 底部凹凸不平 价格又贵 我告诉凯罗只剩下一点钱 可是凯罗坚持要买 最后只好把桃第一块还给填鞋 买了平底锅 好了 差不多要回家了 大家要购买 告诉自己喜欢的东西了 真是太好了 回家后 每个人都迫不及盖个嘎盘 买了一个钢匙 因为太累了 迫不久就呼呼嘎碎了 昨天凯罗要起个嘎盖 用它吃起新买的平底锅 做了可爱的弯形松饼 凯罗谢谢你 开工 哇好可爱哦 原来凯罗买的奥托普平的平底锅 是为了做出青蛙造型的松饼 看起来大家都吃得好开心耶 好 大家给今天说故事的小朋友圆和鼓励鼓励 是不是说得很好呢 谢谢圆和这次一起来跟阿游叔叔说故事哦 别忘了追踪阿游叔叔的脸书 Podcast和YouTube频道听更多的故事哦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